刚才已经完成了它里边的这些属性的注入 然后刚才咱们下课也有同学过来问我 老师如果是那种集合类型的 我们应该怎么去注入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咱们后边要来介绍的 就是复杂类型的一个属性的注入了 在这里边就这 注入复杂的数据类型 比如说我们注入一个数组 注入一个粒子集合等等 这些 那好了 我们现在呢就到这边来看一下 如果我这里边有一些复杂类型的属性 我应该如何来进行注入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到这儿新建一个类 叫collection 就是一个集合的类 对吧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儿看一下 集合属性的一个注入 其实这集合的属性呢 我们一般在实际的开发呀 不由咱们 就是这集合咱们一般是很少定义的 只是在什么地方会用呢 就是框架的内部的时候 会用到 到时候你得需要知道怎么去注入 那现在假设我们这里边有一啥 有一个数组 OK 好了 我想给这个数组去注入具体的一个值 怎么办呢 怎么办 你放困难去站起来 那我首先是不是得到这儿提供一个赞的方法呀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下边给他一个2-3 给他一个2-3 OK吧 那现在我要给他注入职了 怎么办 那好了 现在我们到这边 要来完成的是 Spring的一个集合属性的注入 好了 那首先呢 我们在这儿 先来注入一个数组 对吧 注入数组类型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儿就可以定义一个B 对吧 然后ID呢 我们就叫Collection Collection B 对吧 然后Class 也是Collection Collection 然后现在呢 它里边有一属性 是不是叫ERISA 那你提供的是SET的方法 你肯定得到这儿 写个什么 ARS 对不对 然后要注意了 你这儿不能写Value 也不能写RF了 因为这种呢 都是单个的值 那如果是多个值的话 你得在Property里边 使用它的标签 就Property下面还有标签呢 那么注意 注入数组类型 数组类型 数组类型和List是一样 注入数组类型 数组类型和List的配置一样 就在这里面写一个List的标签 然后如果你这个数组啊 是一个普通类型的数组 下边用谁 用Y6 如果你的数组 比如说是一个Custom的数组 那你就得用谁了 用REF 它里边还有谁呢 还有REF 看到了吗 来引入其他的对象 那好了 我们这里边就写几个人吧 网东 对吧 然后谁呢 赵宏 对不对 然后再来一个 李 关系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数组类型 已经注入完成 那现在我们到这边来 新建一个 测试类 Diam5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啊 这是 集合 类型的 属性 属性 好了 然后我们到这边写一个测试 对吧 然后首先呢 还是工厂 对吧 你有一个class pass sml application contest 里边呢 就写上 application contest 点 上面 OK啊 然后我们下边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工厂 点 get 里边呢 是不是叫 collection 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得到一个 collection 对吧 就会得到一个 它的实力了 然后下边我们可以把这个类呢 来输出一下 OK 那现在我们到这边来执行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数组当中 具有值 对不对 这是数组类型 那如果我们现在要注入一个什么 集合类型呢 那现在好了 我们到这边给它提供一个 例子 对吧 例子里边我现在也放的是一个 字幕串 也放的是一个字幕串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么好了 集合类型 注意也得提供 side的方法 对吧 然后to stream的时候呢 我们也得把这个集合 也得给打印一下 对吧 OK 那现在我们到这边 要去配置一下 我们现在呢 要注入 对吧 注入 例子的集合 那么到这儿 是不是得写一个 propt 这儿是不是 例子的 例子里边呢 是不是就写上一个 value 这个也叫例子的 例子标签 对不对 然后 下边呢 如果是例子里边装的是 普通类型 value 对象类型 而言 那我们现在是普通的 那这里边就来一个 李冰 对不对 然后 赵如花 对不对 好了 再来一个value 当 当缝吧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到这边啊 再来执行这个demo1 你来看一下 好了 那看这例子里边 是不是也有值了 对不对 OK 那么同样的 除了这个以外 它其实还可以注入什么 诶 注入set 那set呢 我也弄个 这个吧 但是这个 你看你叫set的话吧 不太好 为啥呢 方法叫set 是吧 对吧 你那个set方法的话 是不是就要set set了 那set 对不对 好了 然后下边呢 我们也给加兔子增 当然我们除了弄它之外 还可以 对不对 那map里边 咱们也都高 字幕串得了 就这样呢 简单一点啊 直接属性注入 那么同样的 map这边 我也得给它加上一个 哎 set 对吧 然后现在我把这 to-step啊 就去掉了 然后呢 下面我们在这 给它加上一个to-step 把这些都放进来 那现在我们到这 是不是还得注入 set 对吧 注入set 结合 然后set怎么办呢 那一样 写个property 是不是叫set啊 下边你可以到这 写个set 那下边也一样 是什么 外流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 就随便写几个值吧 对不对 然后这是set 那么同样的 还可以去注入 哎 map集合 那注入map集合呢 它还有一种复杂的方式 咱不用记了啊 直接记 简单的就行了 下边我们在这 再写一个map 那么map里边 直接弄一个什么 ent 那ent 那ent里边 就可以写个key 和value 当然如果你的key 是一个对象类型 key-ref 如果你的value 是一个对象类型 那就可以使用 value-ref 那现在呢 我们都是字幅串的 这个呢 就AA对应 一样 啊 OK 你记这种方式就行了 啊 好了 哎 OK 那现在我们到这边来运行这个demo1 啊 那你会发现这里边的这些属性呢 你看 是不是都给你设置进去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集合类型的属性的注入 但是我说了 集合类型 其实咱们自己在定义类的时候 是很少遇到的 啊 一般是在哪呢 是在人家框架的内部 尤其是SPRIN需要整合hybernate的时候 他可能把那个hybernate的映射 做成了一个数组或集合 那你得把这映射 得想办法给他干啥 设置进去 啊 一般是这个时候会用到的 啊 这是关于集合类型的属性的注入 OK 下边 这是集合类型的属性注入 啊 OK 然后这是配置 好了 这是这个地方 好 那么我们到这边 已经把集合类型的注入完了 那注入完了以后啊 其实在我们的SPRIN当中 它里边也可以进行什么 进行分模块的开发 啊 SPRIN的一个分模块开发的一个配置 哎 OK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将谁啊 SPRIN的这个配置文件 分成多个 对吧 也就是说 它分模块来进行操作